好,大家好,今天是我们自驾主行的第六站,我们今天要去海口了,我们现在是在湛江的雷州半岛,雷州,然后我们现在是往中国大陆的最南端,徐文进发,然后今天我们中午就应该是过海了,坐船过海,然后海口了,我们今天应该是把车还在徐文,然后我们到那个海口那边再换一辆新的那个车, 好,我想说一下我们那个对那个广东湛江的一个感官啊,这个待了两天,要待了两晚嘛,待两晚,首先那个在这什么吃饭呀,什么的,街上的景色啊,我觉得没得说啊,首先那个吃啊,我们这住的一个酒楼的一个酒店啊,就是楼下就是他那个茶楼,各种小吃广东特色啊,做的那个菜啊,没得说, 我觉得呢,就唯一就是在这广东里边有一些特色的东西啊,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啊,就是这个语言这个,或者文字的一些沟通啊,就是从那个北方来的,就是广东省外的人啊,到了广东,就是点菜啊,什么的,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,比如说我举个例子,就是,就是,就是菜名啊,你写出来,有可能有些你不认识,比如说叫什么牛斩, 牛斩是什么,其实就是,北方吃的,酱牛肉啊,牛煎就是牛斩,然后有一些,比如说像,之前在广东吃的一个菜,就是,就是一个面馆吧,你就加一份,往里加那个料呢,加了什么,叫鸡中意净植,把这几个字我打出来待会儿啊,鸡中意净植, 这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,鸡翅板,白镯,就是,白,就是,就像白斩鸡似的啊,白切鸡似的啊,就是,白的一个鸡翅钟啊,就给你加过来,就是,有些东西,你光看那个文字,其实你不知道,你看不懂啊,这个呢就是广东那边特色,地域特色,文化是不一样的地方,我们过了那个跨海大桥,然后过去,其实想想看看那个军港什么的, 其实又坐了那个船回,百度船回来,终于在这个湛江市里边绕了一圈啊,就感觉这个湛江那个城市其实非常漂亮,各种那个椰子树啊,游动树啊,整个这些,这些,整个南国这种风光啊,景色的,然后整个这个城市啊,又围着海间,海呢,在外边一圈,又把城市又围下来,我觉得这个一层海,一层城市这种地方,这种一行啊,这个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啊,我们现在在那个随西服务区, 就是湛江的,现在已经在雷州半岛上了啊,我们现在走的是神海高速啊,现在看那个服务区这边已经有卖这个海岸新港的票了,跨海那个渡船那个票,应该是一个人41,41块5,我们在这儿稍微休一会儿啊,一早出来了,出来又发快递,忙活一早上啊,在这儿稍微休一会儿,时间还来得及,刚才是晴天啊,现在又是暴雨,突然暴雨, 这砸起来了啊,然后,其实我刚要拿出来拍一下,这雨又小了,我这边这个天气,这个云在,这个位置啊,走位太太风骚了啊,这这,下的雨,一会儿大,一会儿小,一会儿停,一会儿多啊,好,瞧瞧这个雨。 嗯,到雷州了啊,雷州我们再休息一会儿,因为今天不是特别着急,路也不是特别远啊,我们那个还车时间是一点,一点多钟的啊,我在这个雷州我就想起什么,因为我在湛江待了两天,我们在街上走,我就看见几家是,叫湛江,呃,雷州,雷州白切狗。 嗯,我是喜欢吃白切鸡啊,吃白切的东西啊,但是白切狗,我真是不能吃啊,吃不了,我不吃狗肉啊,嗯,我查看了一下,应该是特色吧,特色。 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文县啊,你看这是他的那个县的那个文化广场啊,这应该是城中心的啊,这边还有一个什么登陆美食狂欢节啊,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小县城啊,就是比较普通啊,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什么的都没有啊,就是乡土气息浓厚的一个地方啊,我们到那个徐文,徐文那个码头港口了, 就是叫什么海岸新港啊,然后我们把车,把车就搁在那个停车场,然后我们从这边走过去,然后坐船,前面呢就是海了啊,这小卖部的老板回来了,他看那个停车场,还有这个小卖部啊,好,好,好,我们把车,我把车开进去,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港口这边等了啊,就是那个租车的那个公司的那个人, 还没来,我觉得湛江那边就是,反正就是需要等待的时间会长一点啊,这边可能稍微节奏都会慢一点啊,我们也不着急啊,在这边多等一会儿啊,在这儿,正好边上有一个小卖部啊,我们在这儿吃了,吃了冰棍啊, 这边就是穷州海峡了啊,过海就是海南了,我们现在在中国大陆的最南端,现在是徐文县啊,海岸新港,我们现在在海岸港的那个后船厅啊,后船厅啊,然后这边就是码头了, 我们等那个时间啊,等那个时间啊,然后他这边就开门了,然后就准备登船了啊,我们刚才那个还车的时候啊,还车的时候啊,我觉得这边的人呢,还是比较随意的啊,就是我觉得生活是一种,是一种态度啊,就是工作啊,什么的,比较随意的一个状态,这边就是我们等那个小伙子过来啊,小伙子这边老板可能安排了一个小伙计过来来,来帮我们的, 然后我们那个验车啊,弄车啊,哎,我们左等右等,等了有快半个小时了,当然我们那个时间是一点一刻,就是,但是我们十二点四十五一样了,差不多就到了,到了以后,然后我们打好电话就约好了,他说派人过来,哎,等了快半个小时,都到我们那个还车时间了,然后他那边说那个,嗯,你的油加满了吗,然后那个,他的人可能过不来了,然后你把车钥匙放车里边就行了,我觉得就是人家说不过来就不过了, 你把这个钥匙搁车里边就完了,人家也不验了,不用,无所谓了,哈哈,有点意思啊,其实在湛江那边那个酒楼吃饭也是啊,一到晚上就是可能人,客人稍微见少的时候,就是厨师啊什么的,他就跟那个客人在一个餐厅,一个桌上,一个旁边的桌,可能就他们就吃饭啊,抽烟啊什么的,就比较随意啊,我觉得也是可能 人家对这个吃饭也特别重视啊,那有一个就是可能 节奏啊比较慢了,然后 我觉得也还有一个原因,有可能就是他们在这一线吃饭啊,跟你那个临座的老的 食客在一起,哎,能时不时打个招呼啊,也能 顺便就问一下他这个口味,我们炒的口味怎么样啊,可能更方便进一步那种跟那个食客的交流吧,可能也是这种想的,也是这种那个那个起到这种作用可能 反正总结一下这边就是还是比较悠闲啊,悠闲,稍待随意啊,我觉得就适应那个状态跟节奏就好了 既来之则安置,我觉得挺好的,没什么不好啊 这有张图片啊,中国大陆最南端啊,徐文灯楼角啊 正好的,前面应该是有一个灯塔吧,然后他伸出来这一块应该是 中国大陆的最南端啊